又要去看房子了 一个朋友想买一个投资房 他自己家有个房车 然后没地方放 然后他自己想买一个房 就是地点大一点的 然后把那车放在做二便币 第一个房子是没抢着 23万 他想走了 然后限奥奥奥给个全价 就是人家家价买去了 上次看的第二个第三个房子 没想走 今天再看一个 看看怎么样 今天的房子多少钱 23万多 23万多 多少尺 很小 不到1000尺 不到1000尺那么贵 但是奥奥奥大 后面还有个小池塘 看中那个池塘 有可能把房车放在池塘边上 也算一个景观 买房子不是说买房子本身 他主要是买环境 有儿门奥和后面奥奥大小 因为他有一个房车在奥奥上 好 今天看看能不能行啊 看看能不能相踪 从我家开车到这里是15分钟 现在已经到了地点 这个视野确实挺好的 很宽敞 这个小房是两个车户 900多尺 就是90多平方 全钻的 确实是啊 他的压的特别大 两个acre那么大 哇 种了这么多的地 有很多玉米啊 向日葵啊 西红柿啊 哇 真的 这是我向往的生活 哇 这么大面积 特别好 然后他周围呢 全是用饭子 这种铁丝 栏上的 这全是那种插花的向日葵 哇 我感觉这是不是一个亚洲人的家庭 因为亚洲人很喜欢种菜 而且特别会种菜 这是房子的侧面 然后我们走回来 现在我们进来看一看啊 这是前面 正门 正门的这个阳台呢 一般一进来的时候 现在是右手边是这么一个小客厅 然后比较简单 往前面走呢 这是小饭厅 然后右手边就是一个简单的厨房 简单明了还挺亮堂的 然后再往左边拐 就是两时一厅 这是一个房间 还挺大的 中间呢 是一个全玉洗手间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房间 看来这家庭还有小孩 这是两个 这是比较小 比较温馨的一个家 两室一听一厨 然后一个全玉 哇 这是前门的 这个袋壳很大呀 然后视野真的非常好 这个院也好好啊 看一看这个 这个是小的那个太阳花 知道吧 向日葵 就是有专门插花的那种小的 我看前面也是砖的 哎呦好可爱呀 这个房子是砖房 这种田园的房子 我特别喜欢 它一块地呢 还没种呢 它种不过来了 这就是它的小花园了 真的好漂亮 而且它这没有路 这个胖子完全属于这家 哇 它家带这个呀 这一看到大面积草坪 能种地种花 我就兴奋了 年轻人一看到 这么大的草坪和院 头就大了 因为每周割草 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他们家有个车房嘛 就想买大一点的这个面积 能把车房放在它的院里 他们的车房是想做RBNB的 然后呢 他们买投资房也是想做RBNB 这里还可以做烧烤 真的是风光无限好啊 在这里能找到这么大的面积的 一个像世外桃源似的地方 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它这个房子其实很小 不值钱 主要是它这个院子比较值钱 因为有风景嘛 就属于那种 有自己的湖 然后从这条路往前走 它边上都是用铁丝网拦着的啊 就是整个在它的自己的面积里边 都是用铁丝网拦着的 就是不会有一些动物什么过来 继续往前走 这里都是灌木 然后哇这是鸡窝 还养了两只鸡 你别说这俩鸡长得还挺胖的呢 生活还挺好的 吃着包菜 吃着西瓜皮 还小楼房 还带楼梯的呢 挺好挺好 这样子尾上之后呢 也不怕鹰啊 也不怕坏蛋们来 带水的 水浆什么的 真的好好啊 我喜欢 转过来了 菜币 矮豆角 这个豆角它的产量很高 就是那个超市卖的绿的细豆角 这包菜未急 看人家生活多好 这是碗豆角 特别它的毛克种的 开花树相当漂亮 这一道墙 太喜欢了 这就是我梦中的退休小屋 我们俩住挺好的 一吃饭一睡觉 就是两样事 这带克做的也不错 还有狗呢 有狗窝没有狗 那猫窝吧 有可能 再看一下慢镜头 整个它这个院子 啊 视野特别宽阔 阳光也特别的好 然后呢 所以种花种草呢 应该是非常的适合 找房子里边的水电盖子都有钻房 昨天还是今天刚上 这房是刚出来的 要二十几万 23万9 哦 这可能有 拆不拆无所谓 因为你最后你得有个 Grabble路连络了 啊 得有人开车来的话 啊 好奇怪啊 这上还有太阳能的监控 嗯 是吧 嗯 他能监控是他家的 但是这路灯的话 放在这 这他自己接出来的吧 不是 这不是自己接的 城市里 所以给他家 这儿安个灯 他带监控 带路灯 这个号就写的是城市了 那基本上 IPL IPL 整体情况就是这样 具体他们回去会商量 买不买这个房子 如果是购买投资房的话 23万9的小房 你们喜欢吗